追剧追到甜到蛀牙时 我们总会祈祷男女主角 可以把爱活从荧幕延伸到现实生活 这些CP听见大家的心声咯 说到2021最幸福的宣言 绝对是来自哲宁夫妻 邱泽徐伟宁12月10号 同步在社群放出闪照 甜蜜的说曾经说过 如果有好消息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好消息是我们结婚了 图报喜讯完全让人太惊喜 其实在看完当男人恋爱时 网友都纷纷敲碗 要他们原地结婚 如今美梦成真 大家不只涌入祝福 还笑亏原来当男人恋爱时 是个纪录片 同样拿工费恋爱的 还有坚田江辉与小松彩奈 这对厌世脸夫妻 从2016年开始三度合作电影 最后在2020年的现 竟升为情侣关系 共同宣布结婚时 他们温柔表示 我们是战友也是彼此的心灵支柱 天似一票粉丝 据说坚田江辉 因为担心女友被抢走 所以希望赶快结婚 而且就算会被炒鱿鱼 他也一定要把小松取回家 好险经纪公司 是完全支持他的决定 最后在2021假戏争作 也让人最震撼的 就是国民老婆 心缘结衣和新野员啦 他们因为月薪交期 相识交往 并与5月宣布成为 现实中的夫妻党 先是男方在IG放红色炸弹说 我新野员 要和心缘结衣结婚了 虽然是两个不成熟的人 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温暖的祝福 而女方则是透过传真 向大家证实喜讯 甜蜜表示 未来会以夫妻身份继续努力 两人跳过认爱 值本礼堂很值得恭喜 但也酿成全明星碎的局面 新野员甚至成为世界公敌 不管如何 你们一定要幸福 继续帮我们守护爱情啊